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 是万代在6月下旬推出的一款 假面骑士时王所使用的机车武器套装 如果有收看过萌兔之前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会知道,假面骑士时王的SHF系列产品 它因为是20周年的纪念产品 所以说它的售价会特别便宜只有3000日元 但是这么便宜的官方定价 在产品当中确实不附带任何的武器装备的 当中的所有武器配件 全部都在今天这款机车的套装当中 而且这款产品当中不单单是会包含时王的亮霸武器 连盖茨的亮霸武器也会有所包含 所以说如果想要体验完整的SHF时王产品的 完整的把玩体验的话 今天这样的一款机车的产品可以说是非入不可大 官方定价是税前6000日元 还是惯了一些简单的看下包装 这样的峰会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明了 直接就是一个机车的实写照片 因为是魂网商店限定发卖的产品 所以说正面是没有任何天窗的 全封闭的包装方式 右上角会有圆形的雷射方位标签 再翻到包装的反面就是一些产品的介绍图片 有机车以及一些武器的展示 这张模特可以给时王使用 也可以给盖茨使用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模特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说这款产品就没有必要去买两盒了 买一盒给两个玩具来同时的交换使用就可以了吧 好的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来开箱 我能抽出内包之后 只有一层的吸塑包装 有一辆机车以及一系列的武器和替换的手型 还有就是一份产品说明书了 还是先来看一下本款产品当中的主角 石王机车 这台机车的基础原型是取自于越野摩托 所以说整体的摩托车的造型 是非常的具有运动的气息 非常的动感 在造型方面也是加入了一些石王要素 像它在机头处的地方 加入了一个表带以及表盘的设计 车灯处的地方就是一个石王的两个眼睛 加上它的两根表针 在车灯的两侧延伸下来的就是石王的两根表带 因为它是这个商务南表 所以说用到的是钢带 同样也是为了还原出这种金属质感 所以说使用到的是银色的涂装 表带两边分别是跟针的那种钢带手表一样 是两边有两个锁扣 造型是不相同的 这边这个锁扣是和石王背后的造型是相同的 在车身的其他地方也会用到不少金属色的涂装 像它车身处框架的地方用到的是这种黑铁色金属色涂装 有一点点的那种金属粉末在当中 在光线的照射下还是挺闪亮的 在车身主体黑的地方则就在没有用到任何的涂装了 都是成型件 但是为了区分车身的坐垫 以及它车身其他地方的这种黑色的质感不同 所以在成型的时候也是用到不一样的材质 它坐垫处的地方是哑光材质 而它这种车身车外框的地方 使用到的全部都是亮光材质 看上去之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反差感的 包括前轮挡机板的地方也是用到了这种哑光的塑料材质 看上去的这种真实感还是挺强烈的 然后在车尾灯的地方同样也是使用到了 和大灯一样的透明零件制作 用到了红色透明零件 它的做工也是和真实的车模的做工是相同的 外层是光面 内层是凹出起伏的这种立体面 再加上内层的一定银色的透明涂装之后 让这个车蹲的表现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再翻到车身的另一面 就可以看到会有一根高高耸起的排气管 这个排气管也是和越野模特士相同的造型设计 是在上面的挡泥板上方的这里排出来的 然后在车身这中间引擎处的地方 同样也是使用到了非常闪亮的金属银的涂装 但是在细节的表现上相较于一般性的民用模型来说 细节的丢失是非常多的 只能看一个大概 然后在车轮处的设计上 首先在轮毂正中间的地方 使用到的是假面的片甲名三个字 卡面 用片甲名写的一个变形字体 也是石王当中的一个通用的logo 在车轮处的地方 为了表现出它轮胎的质感 所以说它轮胎的地方 也用到了哑光塑料来进行制作 但是这个塑料却是硬质的 并没有还原出橡胶的那种软的柔软质感 然后在车轮正中间浮条的设计上 明显这个钢丝是太粗了 看上去的感觉就缺乏一点真实感了 轮子处是会有一定的可动 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后轮也相同可以进行旋转 只要在避震的还原上 前轮的两根前叉完全就是装饰 不存在任何的避震机构 但是在后轮的地方 在内部则是会有一根弹簧 可以有一定的这种避震的还原 如果把它放在桌上用手摁一下的话 这样的一个避震的弹簧的反馈感 还是挺好的 这个前轮前叉处的地方 虽然说避震是装饰 但是左右转向的功能却是具备的 这个转向的范围也是和真实的机车挺接近的 所以说真实性还是挺高的 然后在车身正中间 稍微偏厚一点的地方 会有脚撑的零件 这个脚撑是可以还原出真实的展开结构的 向下悬展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摩托车的一个停车状态了 然后再把这个笼筒稍微歪一点过来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停车状态了 这个真实度还是挺高的 那么让我们实际拿出SHF的石王和盖茨 来试驾一下今天的摩托车 那坐上去之后其实这个身材比例什么的 还算是挺合适的 并没有什么太强的违和感 它的这个胯部两条腿张开的方式 骑上去之后也并不会和机车产生太大的干涉 作为一个骑机车的状态来说 还算是还原的挺到位的 那么今天这款机车的产品 本来就是为了配合SHF的产品而诞生的 所以说可以完美匹配SHF的产品 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或者说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估计小伙伴们会更关心的是 这样摩托车如果装上拼装版的 假面骑式产品会如何 那么实际拿出拼装版的手腕来试一试 可以看到其实拼装版的手腕做上去之后 这个违和感也并不是那么的强的 因为拼装版和SHFF版本之间 它们的体型差距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大的 而且再加上拼装版的产品当中 也会附带有空心拳的手型 所以说来握持这个车把的话 也是完全不存在问题的 我们都觉得这个给拼装版使用也是完全可以的 那这辆机车除了可以用车身侧面的脚撑来进行固定之外 产品当中还会给我们一个透明的支架零件 来卡住它的后轮 来还原出这辆机车正在飞驰时候的状态 那除了这个后轮的支架之外 另外还会有一个可以卡住车身的一个透明零件 那这个透明零件是为了还原出它的车身 飞离地面时候 双轮腾空用一个支架可以把它撑起来的一个状态 也是挺关键的一个配件了 然后本版产品当中包含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会有石王和盖茨的四把武器 分别是一箭一枪一弓一斧 那这四把武器的两种状态完全是给了我们独立的零件 不需要对它的零件做任何的变形和替换 完全就是一整个的零件都给我们了 那这样的话就让武器在可玩性上稍微打了一点折扣 但是每一把武器的造型确实会非常的完美 在武器各处的涂装细节上也是得到了忠实还原 它的这种片甲鸣的GUE 还有它身上的一些个银色的点缀 包括它表冠上的金属蓝涂装也是得到了忠实还原 虽然说溢色比较严重 但是这个发色还是挺好看的 包括它的反面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小点缀小细节刻画 这种枪身侧面的细节轮廓什么的刻画的都是非常清晰非常锐利的 剑的话也是相同 有一个片甲鸣 Kent 在剑身的黑色零件处是没有涂装的 是用普通的这种亮光塑料来进行制作 但是这个质感表现还算不错吧 还挺好看的 下面剑身处的地方这种黑铁色的颜色发色都是有涂装来进行还原的 所以说质感表现是非常的厚重 相当的不错的 然后盖茨两把武器一把弓一把斧头 同样也是和刚才石王一样 武器身上都会有涂装 剑身侧面的名称Yumi就是弓 ONO就是斧头 这两个平甲名也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识别度非常高 武器侧面使用到的是涂装分色 但是因为在黑色的底身上涂红色 所以说这个红色的发色是非常糟糕的 相当的暗淡 不单单是正面 反面的这种红色也都是相同的效果 然后盖茨使用的这把弓的后面拉把处的地方 是可以做零件替换 换上一个拉出石后状态的零件 来还原出它正在发射这门弓时候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在拼装版本的产品当中是不存在的 那么为了要拿刚才的那些武器和握机车的握把 所以说产品当中还会给我们附带了两套完整的替换手型 分别是石王这边会有两个握机车时候的机车手型 然后还有两个是握剑时候所使用的空心拳手型 以及一个握枪时候所使用的食指伸出来的握扳机时候的握枪手型 在Gate这边的话同样也是会有两个握车把时候的车把手型 以及两个握斧头时候的手型 以及另外一个是它在握弓时候拉弓时候的一个食指分开一点的手型 这些手型可以说完全就是为了这次产品的武器以及机车所服务的专用手型 OK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假面骑士石王的机车武器造装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经过萌兔的一番把握下来之后觉得这款产品的质量其实只能算是普通 如果用审视民用摩托车模型的目光来审视这台机车的话 它的做工只能是中等偏下左右 再加上这台摩托车在剧中登场的时间也好次数也好都不是特别的高 人气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估计万代心理也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在这个机车当中还是捆绑上了两个角色的武器来一同发卖 试图想要通过武器来增加一下大家对这款产品的购买欲望 但是戴萌兔看来的话其实只是单纯的套路而已了 所以说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四把武器而为这样子一台机车买单的话 就要看大家对石王这一部作品的爱有多少了 好的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收藏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型分享视频不要忘了订阅或者关注一下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